这只小鸟的双腿被盐块紧紧的包裹着 巨大的重量使它每走一步都极为艰难 随时都存在跌倒不起的风险 可它为何会落到如此境地呢 它的父母又去哪里了呢 一个月前一场大雨倾泻在岩池里 随即引来了一群火烈鸟 它们不期跋涉数千公里远道而来 因为在这里不仅有充足的食物 还是繁育后代的绝佳地点 它们用泥巴建造出一个个鸟巢 然后把蛋放在上边 这个高度的温度比地面稍低 刚好适合孵化 一个月后 成千上万的小鸟纷纷破壳而出 但还未等它们长大 炙热的太阳便已经将大地烘干 无奈之下 它们决定去寻找淡水 由于幼鸟还不会飞 所以它们必须在父母的引领下徒步前行 大部队都已经走了许久之后 一只小鸟才刚刚孵化 它跌跌撞撞地走下鸟巢 然后在母亲的带领下艰难前行 小鸟拼尽全力 但却始终赶不上大部队 很快就只剩它自己了 它尽量将图